剩下不到兩個禮拜就要過年了 但是不少民眾採買年貨的時候 卻發現好像很多東西變貴了 我們實際來到市場發現 今年的香菇跟干貝悄悄的長了一成 另外年菜必備的蔬菜肉類跟雞蛋 長得更多 年貨大街開跑吸引大批人潮 但有民眾發現有些年貨已經悄悄漲價 中國的香菇不能進口 所以導致台灣的菇用量變大 所以它價格才會往上漲 像是台灣大朵香菇去年一斤1400元 今年要價1550元 另外像是進口的日本干貝 去年要價2200元 今年上漲到2350元 漲幅都將近一成左右 像這種中型的一片差不多都500塊 去年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但為了充滿氣 店家紛紛使出奇招 公主是最香的烘焙時間也比較久 然後我們還有男生 口感比較硬比較脆 雖然感覺很划算 不過一旁的菜跟豬肉 則是讓婆婆媽媽掏錢掏得很心痛 像排骨 糖醋排骨那些 都長得滿多 蔬菜大漲超過20% 雞蛋上漲近14% 豬肉也續漲16% 讓民眾大呼吃不消 沒有要買 都要買便宜的 過年吃得好不如吃得巧 但今年一連串的漲價 婆婆媽媽採買藥不傷荷包恐怕不容易 東森財經新聞 陳月池 沈雲騰 台北報導